查出禮拜平台預約的訊號 BA.5次世代疫苗開打第一天 一大早台北接種站 有上百位民眾排隊強打 疫苗打氣明顯回升 本來又有預期要打第四劑 這次是打莫德納BA.5的 所以我就來登記預約 打那個B.N.1的 沒有效率的東西 BA.4.5裝架的 這個就是比較符合最新的 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祥表示 之前進獲的BA.1次世代疫苗 一共有三百萬劑 已經有173萬人次完成接種 後期打氣下滑 評估是因為疫情以BA.5為主 很多民眾在等BA.5次世代疫苗 專家施信如提醒 從未確診過的人 還有最早一波確診康復者 最好趕快打新的次世代疫苗 五月份得的時候可能是BA.1 那這些人真的可以考慮 再打一次疫苗 沒有得過的人打的是原始的疫苗 防護力一定不夠 17號本土新增2萬078例 比上週同日下降9.9% 連續12天確診數不到25000例 專家張尚淳指出 國外流行XBB BQ.1 台灣遲早也會面對 但確診數高峰應該不會高於畢業.5 預估第二階段口罩鬆綁 至少應該要落在春節之後 尤其是說在公共場所跟在學校 所以說最好能夠在農曆的春節以後 那大概再考慮一下比較安全 儘管疫情暫時趨緩 擔心病疫株的威脅仍然不能輕忽 未來恐怕在社區造成新的一波流行 專家認為口罩防疫還是不能放寬太多 以免造成疫情失控 記者王志文 王一仲 台北報導